沈梦辰里为佳华陈宇,玉可为四人同框,搞怪凹内巴造型超欢乐。 追了近两个多月的歌手,总感觉缺少了一点看点,原来是一直没见到沈梦辰。 在第十期2018歌手中。 作为湖南卫视力捧的小花沈梦辰终于带着自家歌手玉可为登上了歌手这个大舞台。 沈梦辰亮相的第一期还是一可以往一样造。 而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为他招了不少黑粉,不过不管观众喜不喜欢接下来的四五期节目,沈梦辰肯定会有不少戏。 3月27日,沈梦辰在微博晒出与李维加华陈宇,玉可为三人的大合影,并配文,歌手四小花。 从北京版来看,这应该是在录制歌手的突围赛。 按照以往的规律,李维加和沈梦辰代的歌手基本上都会突围成功,而华陈宇和玉可为也将顺利晋级歌手总决赛。 合影中,李维加身穿咖啡色衬衫,双手守着下巴,眼神却十分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 华陈宇一身蓝色毛衣混搭风,双手在胸前比着向日葵的姿势。 一脸小娇羞的模样,人如其名,像极了一朵花。 玉可为搭着一件白色衬衫,左手插着裤兜,眼睛瞪得大大的,侧眼也是美呆了。 而沈梦辰是一件白衬衫搭配深色格子吊带裤,和花花一样也是双手摆着向日葵的姿势,只是她这个花瓣开得大一些。 要知道沈梦辰可是出了名的喜欢搞怪,既然四朵花都在,那自然是要配合配合演出。 这一次李维加、华陈宇、玉可为、沈梦辰四个人都是换了个剪刀手的姿势。 李维加用尽了全身力气在瞪眼睛,沈梦辰则是在翻白眼。 花花的腿竟然比喻可为的退还戏。 仔细看四个人的脚底上,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八字,真是用生命在拍照,是全身都是下。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这是葵花组合,只是花根没长期,花花的那八厉害了,快成那一字了。 花花腿这么细,什么时候上热搜,却热过维加和孟辰眼神,实在太可爱了。 。 。 。